娱乐转圈圈 也凭借这个节目 再次吸引了很多 粉丝和关注度呢 现在浪姐2都已经播出了 第一次公演呢 而且现在 已经淘汰了五位姐姐 第一期淘汰的大部分 都是演员 毕竟他们在这个舞台上 还是比较弱势的 而之后第二次的公演 同样也会淘汰五位姐姐 除此之外 这次的浪姐2都的制度 也和之前 有很不一样的地方了 到后面还有有 好几位姐姐来踢馆哦 杨承林来浪姐 踢馆拒爆料来踢馆的姐姐 有杨承林 曾里 杨雪 苏运营 谭丽娜 舒畅 刘敏涛 不得不说这阵容 也是有够强大的 虽然说现在官方还没官宣 不过其实也差不多 都可以确定了 这个名单里 有很多大家的童年女神 是真的挺值得期待的哦 而且最近杨承林 也已经确定了要来浪姐2楼哦 杨承林在年轻的时候 可是特别的火 演过很多的偶像剧 比如恶魔在身边 幻幻爱 海派甜心等等 也有很多经典的歌曲 当然现在是杨承林也很火 只是是没有之前那么活跃了 因此能再次在舞台上 看到她的表演 也让大家是特别的开心 杨承林和陈妍希 和赵儿来到这边后 杨承林立马就发了一条微博 原来她去和陈妍希见面了 现在陈妍希就正在录制 乘风破浪的姐姐 那 其实杨承林和陈妍希 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了哦 既然是在同一个地方 他们肯定是要见面 和晒自拍的呢 杨承林发的微博 也非常简单 就是三个字见面了 然后还附带了两张她们的自拍呢 不得不说 这两人的颜值都很高雅 而且保养的也是特别好哦 要知道陈妍希已经37岁了 而杨承林则是36岁 两人只相差一岁 不过她们看起来 真的只要27岁左右的样子呢 只能说真的太会保养 不过她们年轻的时候 也都可可爱爱的风格 且年轻也是很正常的 不说的话 真的是完全猜不出 她们的年龄哦 两人颜值太优越了 不过当两人合照那刻 才懂娃娃脸的优势在哪 首先两人的皮肤状态 都是非常好的 要知道 这个合照两人几乎都是 没有化妆的哦 但是皮肤都非常的有光泽 而且也没有什么痘痘和斑点 真的是太让人羡慕了 不过陈妍希脸上的胶原蛋白 看起来要更加多一点 脸蛋要更加的圆润 我们都知道陈妍希一直都是肉肉脸 经常会被大家吐槽不上镜 但是肉肉脸的优势就是非常的显年轻 让人看不出棉灵感 而且陈妍希的眼睛也是圆圆的 虽然她不是那种特别大的眼睛 但是却非常的有神 圆圆的眼睛和圆圆的脸 真的是显得特别的可爱呢 还有她的眉毛和眼睛的距离也比较宽 所以看起来就更加的幼态 真的看不出陈妍希还要比杨成林大一岁呢 当然也不是说杨成林就不年轻 其实她也是非常有少女感的 不过她的下巴比陈妍希要尖很多 而且肉肉没有陈妍希的那么多 所以年龄感看起来比陈妍希要成熟一些 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风格 不过都是大美女呢 不知道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发表自己的看法 和小编一起讨论哦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